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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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同盟 隔年1月,在孙先生的主持下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多位共产党员也参加了该次大会的领导和组织工作 标志着国共领导合作正式展开 随后,1924年5月,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 孙先生在广州的黄埔创办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 也就是著名的黄埔军校 培养了大批军事和政治人才 也成为之后国民革命军的主力 第二,北伐胜利进军 为了达到吴佩福、孙传芳、张作霖等北洋军阀 统一全中国 192007月,蒋介石率领国民革命军正式实施北伐 北伐军从广东省出发后 首先向湖南、湖北迈进 先攻下长沙、再联克、丁四桥和鹤胜桥 把国民革命军的旗帜插上武昌城堂 灭了吴佩福的主力 随之,在江西揭灭了孙传芳的主力后 北伐军一路沿着长江东下攻占南京 到了1928年6月 北伐军挺进北京、天津一带 奉起军阀张作霖在退往关万的途中 被日本人炸死 同年底,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发表通告 宣布服从国民政府改一旗帜 自此,南京的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了全中国 各门第73页特别提到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 各地的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 也得到了极为蓬勃的发展 第三,国民党右派叛变 这里的国民党右派叛变 指的就是著名的4.12事件 也称为4.12反革命政变 它发生在1927年4月12日 在蒋介石策划下 上海青方的黄金荣、杜月笙 组织流氓袭击工人纠察队 随后,蒋介石的军队以工人内讧为利用 强行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支 并打死打伤工人300多人 隔日,上海工人举行总罢工 有十几万工人、学生、市民上街游行 但在宝山路遭到血腥屠杀 随后,蒋介石下令封闭上海总工会和一切革命团体 并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几天内就有300多人遇难 500多人被捕 5000多人失踪 很多道路同胞问伊秀大叔 台湾的历史教科书是怎么教412事件的 答案是 台湾的初中历史教科书对于412事件 几乎没有教 那么台湾的历史课本 对于北伐战争都在教什么呢 首先,我们来看伊秀大叔小时候年的 80年代台湾初中历史课本 北伐战争释放在巴黎级上策第87至第94页 这个版本的重点包括了 第一,国民政府的成立 这里指的是1925年7月1日 由中国国民党在广州成立的国民政府 并将所属的各军统称为国民革命军 第二,北伐的初期进展 这一段的叙述 大致上海2021年的大陆初中历史课本雷同 说明了北伐初期 国民革命军一路攻克吴佩福 孙传芳的过程 第三,宁汉分裂 这一段则是用负面的角度来解读国共合作 并且高度美化了蒋介石 由于这本教科书是蒋氏父子 统治台湾省的时候写的 因此出现这样子的课文 其实并不意外 第四,继续北伐和统一全国 1928年 中国国民党结束联合融共政策 并改组党政军事继续北伐 同年5月1日攻克吉南 日本为了阻挠五国统一 杀害我江城元蔡公石本人 实为五三残案 6月 国民革命军攻克北京 奉军首领张霍林退回东北的时候 被日本军人炸死于沈阳附近的黄姑吞 其子张学良于12月归顺国民政府 北伐完成 全国统一 最后我们来看我的14岁女友荣荣念的 2021年的台湾国中历史课本 北伐战争释放在巴黎基下册第84至第85页 这个版本的课文实在太简单了 请两岸同胞评一评 比起前两个版本 这一版的课文是更好还是更差呢 一 国共合作 1921年 中国共产党在俄国共产党的扶植下成立 1923年 孙中山为了能与军阀抗衡 缺乏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 主张零二融共 同意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 又在苏联的协助下 与广州黄埔成立陆军军官学校 由蒋中正出任校长 孙中山去世之后 广州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 二 国共的对抗 1926年 蒋中正在广州逝施北方 陆续打败各地军阀 此年国民政府前往武汉 武汉政府为亲共人士所把持 蒋中正决定清除党内的共党分子 并在南京另立政府 之后 武汉政府结束与共产党的合作 并入了南京政府 国民党清党后继续北方 1928年 日本为了阻挠中国统一 出兵山东 制造济南惨岸 北方军绕道北上 近战北京 欧美最罚张学良 宣布归顺南京国民政府 至此归于同意 在这个版本里面 对于我们中国影响深远的北伐战争 国共关心的描述 几乎比一杯开水海拔 比一张白纸海拔 所以身为一名台湾父亲 对于自己的小孩 我必须全部重教才行 我是乡亲历史的渔秀大叔 乡亲历史 传回世界之变 我们下次见 宣布 祝亦是一辈的 学生不闯 学生不转手 以着看 作者夜白级 学生不轻的 好你 学生不轻的 教学生不轻的 我也是亏 学生不轻 学生不轻的 学生不轻的 比业 收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